兩位知不知德國最享負盛名的 街頭小吃是甚麼 我知道 這東西簡而單切 熱狗呢 德國這麼冷的狗應該不會很熱 它…不是,那你會有暖氣的 我就是因為暖氣熱了那些狗 是呀… 那真是沒有喝光 是呀,你怎知道這個廚藝叫沒有喝光 還有咖喱牆 是呀 是呀,還有呢 還有,應該有這個法蘭克福腸 布尼克腸 是的 不好意思 我再問過 是柏林最享負盛名的街頭小吃 柏林腸 我真是想不到柏林 是甚麼都有博物館的 當然沒想過咖喱腸也可以有博物館 如果咖喱腸也可以有博物館 香港的咖喱魚蛋、腸粉、魚蓉燒賣 應該早就要有博物館了 在德國的咖喱魚蛋是很流行的 但也尤其是在柏林 因為咖喱魚蛋是在這裡 所以這裡有長的歷史 在柏林市場地區 大家都知道咖喱魚蛋 大家都喜歡咖喱魚蛋 你可以吃咖喱魚蛋 在柏林的咖喱魚蛋 這是很簡單和地區的食物 所以這是真的給大家 我覺得這個食腸仔文化充分數據 可以表現他們非常熱愛香腸 德國人應該熱愛香腸 比熱愛他們的另一半多 你知不知道柏林有多少人口? 幾百萬 但有三百萬左右 但一年只吃柏林 三百萬人吃多少條腸? 你知道嗎? 六百萬條 七千萬條腸 七千萬條腸? 對, 如果說不出整個德國 八億條腸 八億條, 全德國有多少人? 但香港人吃魚蛋也很厲害 如果做統計 可能香港人每年都吃到七億粒魚蛋 我覺得每天都吃過 基本上難怪腸是他們的主要食糧 在德國來說 一年吃八億條腸, 真是少 因為我也喜歡吃腸 腸, 其實真的挺好吃的 我現在想起也鬧失 但當然你不要弄得百料龜醬腸 裡面不知道什麼肉的, 當然不好 對吧 怎麼了… 你看 秘荒, 發達 好, 吃一口, 吃一口, 怎麼吃? 怎麼吃秘荒呢? 這個咖喱腸的秘荒就在這裡 就是這… 五瓷東西 好, 你聞聞 我聞的 是什麼? 這是什麼? 有公鼻嗎? 不知道是什麼 薑 是嗎? 又這樣?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咖喱腸的秘方, 我已經全都知道了 遺免我不記得 我一定要在這裡公開給大家聽 抄底糧, 就是茴香、丁香、薑、玉桂 和玉豆溝, 至於分量如何 大家識除尊便 喜歡多丁香就多丁香 喜歡小茴香就小茴香 對了, 你自己喜歡 最特別是有個秘方的地方 所有東西都公開給你看 所以我不知道為何我們中國人 每樣東西都收藏 就算教你打功夫 最後一招也不會教 所以我覺得人家會比較公開 公平競爭, 我有這麼多東西 我全都給你 你有本事的, 你就做得比我好, 對吧 館裡最有趣的 就是他放了一個外賣車 大家可以上車上 在這裡感受一下賣咖哩腸的時候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挺好玩的 而且你可以深正了解 做咖哩腸是怎麼回事 很多人很許憾 有生意 怎樣呢?證明這個真的有得混合 有得混合, 去找找Lasso 好, 來 你好, 我是Lasso Lasso, 我是Lasso 我們在找工作 沒問題, 只要來吧 好… 謝謝 你還好 我今天工作是做咖哩腸 打算跟維維這次發達 可以拿他的方程式 料理如何做法 回去做咖哩魚丹 甚至把魚丹在這裡賣咖哩魚丹 你好, 我是Lasso 你好 Ben Song 你好, 這裡是你的衣服 你現在開始了 這麼快就馬上開始了 我不是說最重要是那個醬 他一邊教我們做這個醬 發達的 外國人真是大方 所以… 首先要把他拌勻 拌勻 可能會沉澱了 對 不過我弄得不太好 不知道, 可能是左手的關係 我左拌勻就行了 我來給你看看 對, 這樣比較好 維維經常都以為他很厲害 誰知道我弄了, 老闆也稱讚我 好 然後我們把杯子清潔 我幫你按, 放在這裡 爸爸擠汁到四處都是… 我想所有人都知道 因為上次我們賣熱狗包的時候 它也是爆到四處都是… 好, 停… 你爆到我四處都是, 爸爸 當然要了 好, 謝謝 他做了出來, 不是要舔的嗎 真的要舔了嗎 怎麼樣 醬汁全部都已經調好了 對 那… 更簡單 爸爸不用偷師了 簡直我們買就行了, 問他 真的熟了, 可能不太好 好, 下一步 煎腸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名其妙 我平時懂得吃, 不懂做 煎腸, 進去廚房我就自己倒杯水 但維花在廚房又懂得做又懂吃 看他的雞手壓他 煎腸的時候我是慢一點的 但其實慢是對的 因為要有安全意識 油有180度高溫 一旦到就不是開玩笑 所以我就小心一點 過來看, 過來選 醬汁… 你來看看 醬汁 醬汁 我講廣東話 是 你旅遊? 旅遊? 旅遊, 真有這麼適合 你切完一條再放一條 兩條一起切, 行不行? 腸切得破壞了 這個就是… 我們下刀不夠狠 不過如果你當它是手撕雞 就觀感一流 多點咖喱粉, 自己人 謝謝… 好 你多少人吃? 多少人吃? 一個人吃 一個人吃嗎? 那一隻就差了 好 你不給錢嗎? 謝謝, 謝謝… 我們第一宗生意做完了 他還稱讚我, 非常好 太好了 這份工最辛苦 翌日很快就變成大肚腩 因為久不久就想吃, 久不久就吃 為什麼要大肚腩? 來到柏林, 不知為何很快又吃東西… 這份工作最辛苦 除了人很油膩之外 其實很緊張, 精神很緊張 因為這裡是一個快餐店 一切都要趕快 如果你慢就不代表了 基本上沒有說做得不好吃 他們的食材都做好了 所以最大壓力是要很快 好, 謝謝… 謝謝… 很容易攪拌 不, 馬上叫人運魚蛋過來 魚蛋更方便 魚蛋一粒粒刺, 不用刺 我們用一盤筆, 撕一下醬就行了 撕一下簽, 自己走在那邊吃 咖哩魚蛋 咖哩魚蛋 我們現在還做不做, 還是跟他們說 我們先繼續做下去, 口頭好味 我們做其他東西, 又先學其他東西 不如… 學一下炒洋蔥 好… 德國人喝啤酒好像我們喝水一樣 他們基本上下午早上都會點一杯啤酒 一到夏天, 全部人都會坐滿 那些啤酒店的戶外的茶座 但全部都喝酒 爸爸, 我不太明白了 柯林有這麼多酒吧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來這個啤酒花園 喝啤酒? 它的特色是有樹 有橙色的木桌 有石仔爐 這三樣東西是環境的 你來到啤酒花園 當然要喝一些很特色的啤酒 這些啤酒是這裡自己做的 沒有防腐劑 真的嗎? 這是新鮮啤酒 對, 還有 你的杯比較重口味 重口味? 濃一點 我這杯有蜜瓜味 這麼厲害? 天使熱 鑑然啤酒, 說說腸 野豬腸, 綠腸 這是綠肉嗎? 嘗嘗 嘗 這個麵包有什麼特別? 這個麵包是用啤酒的渣子 來搓滾做出來 即是釀啤酒, 剩下渣子 他拿渣子放在麵粉裡搓成麵包 沒錯, 搓冰花糕給你搓 不是冰花糕, 這是豬油 覺得怎麼樣? 你說豬油, 我有點害怕 害怕嗎? 我怕很膩, 你知道我不是吃太多 很膩, 像戒親手 油膩 好… 但是吃下去不覺得很油膩 而且味道像你很想吃的那種 鹹豬手 在我們還沒賺錢吃豬手之前 你多吃點這個, 給你破例 我說了, 喝一杯吧 喝吧 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 長命百歲 今天放假, 想怎樣? 可以吃一頓嗎? 因為還沒吃過好東西 又吃?我想休息一下 可以休息一下嗎? 兩樣做好嗎? 是 可以, 送一項給你們 還有, 住總統套房 住總統套房? 過夜? 哇, 發達了 太棒了 你好, 歡迎你們兩位光臨 我們為你們準備了總統套房好了 希望你們會很喜歡 我可以帶你們去嗎? 不用了, 我們自止可以了 那好 我開始給你 謝謝 很客氣 爸爸, 想不到來到柏林 也有人跟我們說中文 對, 起碼溝通, 不用麻煩 我知道柏林只在這間酒店 有說古老話 這間酒店真的一點也不普通 還冷到冷 上去看看 我覺得 我會想到 凡人的餐廳 或是製造 那間酒店 ? 這間酒店 是餐廳 最新的餐廳 很新的餐廳 很新的餐廳 它是很傳統的風格 我們也設計了這個櫃子 用來幫助總統特朗普 你看,門多厚 這麼厚? 我還沒開過這麼厚的門 你知道嗎? 這裡是木包鋼 怎麼木包鋼? 裡面是放彈的 木包鋼要放門,所以要放彈 對… 進去聽聽看 都不會這麼重 早知道就叫個美女開 真的,千萬不要懶惰 不然你就豬頭冰 這裡真的很大,真的 當然了,你知道這裡有多少尺嗎? 不知道 二千多尺 我和你今天也升級了 為什麼? 由總統的身份 這間真的是總統的道館 那天真,這間酒店也有總統套房 難道叫總統套房就有總統住過嗎? 這間就是了 你知道嗎? 澤勤平住過,胡錦濤住過 戶爾巴喬夫 魯布殊,哈倫頓 這間真的挺厲害的 當然了 不知道怎麼會在這裡 坐過那裡 坐過那裡? 不過我知道除了總統之外 還有一些據稱住過的 就是這個尊特拉華達 以及蘇菲亞羅漢 厲害 但是這樣,爸爸 什麼? 這張桌應該是 總統住的時候就工作了 但是設計也很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你想想,對著窗那麼開揚 如果我是總統在工作 可能有人想培招我 你看不到那些字寫了 防彈玻璃 防膽窗簾簿 真是很冷 有沒有這麼誇張? 那天花板、地下和長防防彈呢? 是 地下是防塵的 人生第一次住總統套房 總統套房保護得很厲害 想飛一隻蚊子進來也很難 但是為什麼會有個火爐在廳裡呢? 火爐又會不會是 這間房的唯一缺口呢? 總統套房 別弄亂了 爸爸 但是這間總統套房 我覺得跟我心想的很不同 有什麼不同? 它是大一點點, 比起一般房 但是一點也不豪華 總統套房應該是否很豪華的設備 有些很大型的水池在廳中間之類的 最大問題就是 總統套房只有一張床 今晚我跟你怎麼搞呢? 你躺在這裡就行了 怎麼躺在這裡? 這裡的頭… 只能躺在頭上睡不到腳 只能躺在腳上睡不到頭, 爸爸 你只能躺在頭上睡就行了 你的腳要睡了 你放心… 真是遇到你了 有保鑣房 保鑣房真的嗎? 剛才我進來也看過了 也看不到有保鑣房 什麼叫保鑣? 保鑣當然很隱蔽, 是不是? 稍後要開七套門才能進去 接著吧 另外一個發現 就是在總統套房的廁所裡 發現有二十多三十條毛巾 到底是總統用? 總統的朋友用? 保鑣用?還是司機用? 還有呢? 我沒騙你了, 已經開了六套門 真的沒想到 在總統套房裡面會有六套輪門 這裡是第七套 來, 看看這間保鑣房 很普通, 爸爸 保鑣房不應該有很多機關 一打開這裡, 有些槍, 有刀叉 有什麼獨木的? 有槍 哪裡? 這裡不是有槍嗎? 還要有兩張床, 我選擇困難 不, 我們睡了就睡也好 不用你選擇, 今晚還有一個保鑣 不是吧, 爸爸 我不習慣跟其他人睡 而且是男人, 你說怎麼搞的? 誰告訴你男人 今晚那個是女保鑣 女保鑣? 是 那你先回去睡吧, 爸爸 今晚那個保鑣是姓女的 叫女保鑣 是 好 請注意, 來賓, 許少洪, 梁烈惠 幕後同事通知你們 不要睡著, 先去吃飯 記得穿漂亮點 穿漂亮點? 那些聲音哪裡出來的? 穿漂亮點? 我平時都很漂亮 穿漂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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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漂亮點, 穿漂亮點? 每次都每次都都是全身 我們有很多亞洲藝術和亞洲藝術 我們產品很重要 產品很關於產品 和區域的產品 我介紹一下我的頭髮給你聽 這是三蜜魚 有三種的三蜜魚 有三種的 生的三蜜魚 有嚴格的三蜜魚 又有辣辣辣的三蜜魚 我這個是兔子肉 兔子肉 而且是野生的兔子肉 是獵人出去打獵的時候獵到 所以就變成一個佳鴨 但他們也不會隨便煮糟蹋了 他們會很精心地砲製 他們只用了兔子 腿和少許肉 而且用肝帶出香味 其他那些就沒有了 其他那些就放生了 放生, 讓它離開 好, 這樣也好 很重的香茅 我這個簡直是野生三文魚 這個醬汁真的很特別 沒想過會這樣做一個兔子肉 很像泰式的感覺 來, 杯杯, 乾杯 乾杯 我這個厲害 我這個也是野生的鹵肉 到我介紹一下 是 我這個是兔子魚 不是假的 不是漏的 旁邊有八爪魚 黑色的味道 是, 黑色的味道 是, 墨魚汁 傻了 這個是黑橄欖油 黑橄欖油 先嘗嘗味道 剛好 我真的沒吃過鑑魚 真的很鑑 真的很鑑嗎? 我真的沒吃過鑑魚 來…我稍後給你吃 來 謝謝你, 爸爸 我先把鑑魚撈上去 不過不要經常吊亂的東西來吃 為什麼不能吊亂的東西來吃?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高級餐廳 爸爸, 這間是米芝蓮級數的餐廳 除了是米芝蓮級數之外 還在法國的權威飲食指南裡 得到17分 20分就滿分了 對, 只欠三分 我們吃完再給三分, 那就20分 是 米芝蓮, 真是的 米芝蓮, 別這麼燙 趕快吃完 我們還要上總統賭坊享受世界 是呀 得到19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